提摩泰前书第二章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 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 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 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 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宝 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 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 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 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 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 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 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 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 又愿女人廉耻,自首,以正派衣裳为装饰 不以鞭发,黄金,珍珠和贵甲的衣裳为装饰 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静神的女人相依 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的顺服 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狭管男人 只要沉静 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 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 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首 就必在生产上得救 女人、贵甲,宫里边 室内感觉,乃是女人 她是女人,不许她是女人 她是女人,不许她的女人 她是女人,不许她是女人 她是女人,不许她的女人